传彭丽媛被赶出军委考评小组 中少军办公室被撤 从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迄今 北京出大事的传闻就不断 传言主要是围绕中共党魁生病 被逼宫 政变等 而不久前 军二代杨小平称本月即将出现超过奥运 超过俄乌战争 超过哈裔战争 超过委内瑞拉 孟加拉局势 最惊爆的国内新闻 也是真正百年未遇大变局的信号 静后那一声炸雷巴 更是让外界震惊 因为杨小平是中共建政上将 原副总参谋长 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之子 对于中共军中内幕应该是了解一些的 而网络流传的消息是 彭丽媛已经被赶出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 习近平的军中大秘中少军的办公室被撤 是真是假 无法证实 今年5月 中国有社交媒体曝光了一张 彭丽媛在军队考察活动的图片 并附有说明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 专职委员彭丽媛来校调研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首度曝光军委的一个新单位和彭丽媛的军中心头衔 据悉中共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是在习近平2016年军改后成立的 成立具体日期不详 不过 近三年中共官媒中关于军改的文章中多次提及该委员会 如2023年7月19日新华网一篇关于奋斗强军的文章中就提到 选人用人是干部队伍建设的指挥棒 是政治生态的风向标 中央军委成立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干部考评委员会 全方位考察识别 大范围交流使用干部 纯洁高级干部队伍 各级党委加强对干部中程度鉴别和政治考察 刚性执行选人用人八个坚持十个严禁繁提四壁 还有2022年9月22日新华网文章 新时代改革强军的伟大实践 终于提到建立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 2021年11月25日新华网文章强军制等 要在的人中也有这样的表述 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 成立是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确保精准科学选人用人的重要举措 是适应领导指挥体制改革 提升选人用人公信度 权威性的新探索 作为习包子的枕边人 担任该考评委员会成员 应该是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具体体现 应该是确保选拔的将官都是忠诚于最高层的 但此举中共军头们会怎么看呢 而传言提到 彭丽媛被赶出该委员会 不言而喻透出的是何种资讯 我们对彭丽媛 对习包子的弟弟习远平 干涉中国政治的广度和深度 还是有所低估 这次三中全会 可能习包子不仅仅想让彭丽媛进入政治局 还想让自己的弟弟习远平也进入政治局 这才激怒了所有的退休常委 而习包子的军委办公室主任的钟绍军被驱赶 也透露着同样的资讯 钟绍军大概是在2002年 习包子从福建调浙江当书记时 跟随习近平的 当时习近平没从福建带秘书 之后五年 钟绍军就成了服务于习包子的贴身大秘 很快 他从习包子秘书 做到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然后又随习包子调上海 做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七个月 之后再随习包子进中南海 任中央办公厅调研式政治组长 2013年6月11日 上位后的习近平赴九泉 卫星发射中心观察神势发射 画面中有钟绍军身穿大像 诗集军装的镜头 显示钟绍军当时已空降中央军委办公厅 2016年钟绍军又被寿少将军衔 一年后 2017年担任主任 到2019年底 钟绍军又被习包子着升为中将 没当过一天兵的钟绍军 从30岁左右做地方秘书起步 火箭窜声 仅用了14年便连跳进十几 一步登天成为习包子的军中铁杆麻仔 这让军中将领如何看 消息指钟绍军在军委办公室负责军界人士调动 并且负责监视军委副主席和军委委员 引发重怒 所以被赶出军委 不过我觉得钟绍军被赶出军委这件事情 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毫无疑问 彭丽媛和钟绍军的境遇折射的是习包子的处境 如果传言属实 那意味着中共军方与习包子不可能妥协 中共总理李强开会 国防部长董军尴尬台下坐 2024年8月16日 中共总理李强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 会议上 现任国防部长董军由于并非副国级 只能坐在主席台下 中共国防部长地位降低 董军目前处境被指尴尬 中共新华社8月16日报道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五次全体会议 央视报道的新闻画面显示 李强和多名副总理 国务委员坐在主席台 中共防长海军上将董军坐在台下 中共建政以来的国防部长 都是副国级以上 由国务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任 甚至是由中共中央副主席 军委副主席兼任 但董军上任后一直未能进入军委 没有当上国务委员 故此开会时未能坐上主席台 上月7月18日结束的中共三中全会 一度有人认为董军可能进入中央军委 随后由人大常委会任命为国务委员 但三中全会上并无相关人事调整 这些人都是过高地估计了习包子的实力 事实是董军没有进军委 被事实打脸了 中共国防部7月31日 在北京大会堂举行招待会 庆祝建军97周年 新闻稿的手段写道 中央军委委员 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震利 中央军委委委员 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 中央军委委员 军纪委书记张生民出席招待会 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死 证文部分 只提到董军致死 然后是他致死的内容 对比2023年7月31日的新华社报道 手段提到中央军委委员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致死 中央军委委员 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震利 中央军委委员 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 中央军委委员 军纪委书记张生民出席招待会 然后证文部分 开头就写李尚福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这样一对比 李尚福在倒台的一个月前 还着实风光了一把 而现在董军地位 却十分尴尬 董军是习包子的亲信马仔 董军的尴尬 就是习包子的尴尬 俗话说 打那个什么还要看主人 李强现在摆明了 给习包子难看 李强都不把习包子放在眼里 说明习包子不行了 习包子能把董军提拔进军委 那他就是军委主席 习包子不能把董军提拔进军委 那他就不掌握军委主席的权力 董军是观察习包子权力的最好指标 好的 谢谢大家